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前总统川普睽違四年再度正面交锋 川败辩论会也将在台湾时间28号登场 回顾川败2020年在辩论会上的对决场面相当混乱 川普当时不断插嘴 连向来彬彬有礼的拜登都被激怒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主办电视台CNN在另一方发言时会把对手麦克风禁音 另外现场也不会有任何观众减少干扰因素 这次辩论会创下美国史上很多的第一次 过去都是在双方确定候选人后才会举办辩论会 今年却比以往还要提早 而且地点也搬到了摄影棚内 这些改变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川普而特别设计的 另外与以往不同的是辩论时没有提词机 或是用事先写好的稿子 但主办方会准备好纸和笔 提供给两位候选人笔记 而且在中场广告时间 双方也不能和幕僚讨论策略 而这场全球关注的辩论会 传百支持度现在是不分上下 川普支持率是46% 而拜登则是45% 两人能否成为选战关键的分水岭 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都拭目以待 记者综合报道